2月19日初春,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早英已真相绽放。 记者当天在武汉大学校医院旁看到,这里的云南高盆英迎着暖阳,伴随着早春的微风轻颤,色泽红艳,明媚动人。 在洛家广场,春寒英同样进入圣花期,在阳光的照耀下,展开一束粉白,大声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 28岁的龙云祥在武汉大学本硕博联读9年,并留在该校任教。 龙云祥称,去年此时,校园内游人不在,早英只能孤方自赏。 而今年,早英树下再次响起了久违的欢笑声,感慨良多。 经过疫情这一年之后,然后樱花又重新绽放,然后春天又来了, 其实就是也是一种浴室,就是不论是武大人,或者是我们这种民族都是充满生机的, 就是还会周而复始的这样子,不断地生机作国的这样子。 龙云祥表示,每年樱花季在校园内看一次樱花是武大人的一种情怀, 希望今年能在樱花树下和女友一起拍套婚纱照。 我觉得一个是樱花,一个是梅涛的电影, 然后还有这种武大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都是武大人的情怀。 在五大校园内居住了50年的胡国席表示, 去年这个时候,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来支援武汉, 但是没能进入武汉大学内看一看樱花, 希望今年能安排这些原厄医护人员来校赏樱。 一个就是说,武汉人民肯定是很感激他们, 也做好了热情欢迎他们到五大来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刻。 据悉,武大校医院附近种植的是云南高盆樱花, 洛家广场种植的是春寒樱,均属于早樱品种, 与樱园、行政楼等处的日本樱花相比, 花期一般要早一个月左右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 武大校园依然实行风控管理, 赏樱人群大多为居住在校内的师生等, 该校2021年赏樱政策尚未公布。